大家好 香港人移民也不是今天的事 但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理由就是 我为了我的子女 为了我的下一代 我一定要移民 或者谈一谈这个话题 在看下去之前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广告 以及屠夫有一个patreon 就是专门讲义战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加入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谢谢 香港的大规模移民史 这一次是我有生以来 遇见到的第二次 第一次是九七危机 相信有朋友还记得 在当时中英谈判 结果之后 中英联合声明又出了 很多人都选择移民 这个叫做信心问题 当时英国发出了 大约有四五五十万个所谓居英权 这个居英权 其实就是不同于现在 现在这个所谓BNO移民潮 这一类的BNO签证 不是居英权 当时的居英权 就是给你一张 好像一张 一张龟化纸 或者一张给你收藏 比如你去了英国 你要定居了 那你就可以行使这张所谓的证书 就好像支票 你可以兑换 这一本就是本土国民的护照 即是BC 是不用坐任何移民监 但现在这一种BNO的Visa签证 其实恒常都有的一种居留签证 你要坐满若干年份 即是5加1 要合乎它的条件 你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然后一年后就入籍 上当年 即是90年代移民潮 很多名人都移民 最出名的目鱼那些明星 很多都去了加拿大的 即是那些姓岳那些 或者姓姜那些 无论是艺园也好 那些过气明星也好 都走过去 当然他们在那里都有子女 但问题是你 其实他们移民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没有说到是为了子女移民 但他们所做的事 我发觉现在 在这一次移民潮 或者BNO签证的移民潮 好像有死灰復燃 当年那些家长 或者高调的富贵家长 那些尋尋百姓 其实那些一样都是这样做的 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例如去到加拿大 它有一个华人的社区 它是不会主动融入 到当地的社区 即是文化 例如多伦多 温哥华 现在更甚 现在你去到多伦多 温哥华 根本上你都不懂英文 你都可以中老 即是那些香港人所谓 很方便 医食住行一样都有 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风气 他的子女教育也是 当然他们子女入读的学校 当然是当地的学校 即是不会是中文受货 但是他的子女生活圈子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人的圈子 例如一放学 就不讲英文了 可以很多 就是群化一班 即是自己有所谓 最出名的就是 莫如去卡拉OK 去饮食食 去上茶餐厅 吃回香港东西 即是做回了 他父母在香港做的东西 因为在加拿大很方便 做这些东西 通储也是 因为他的父母 在香港本地吃 很多父母就回到香港 赚钱 就去供养在加拿大的妻子 或者是子女生活 或者是教学 那些 那些子女 成才 所谓的大学不业 就好像有了见心事 那很多人都不会想 在加拿大如何去找东西 或者在加拿大那里落户 你看到很多那些所谓的 明星二代 在加拿大那些 有姓謝那些 有个艺名 那些子女 又回过去找食 是吧 有个姓王 田池家 作曲家 那些女儿 又回到香港 很多的 是吧 但问题就是 你回到香港找食 当然 方便 为什麽呢 因为当时香港 仍然是 广东话 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语言 当然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懂英文 也有好处 因为当时的人 仍然是对外国毕业的朋友 外国学历 甚至乎你粗流里英语 是一种 是一种崇敬 或者一种 养慕的心态 所以他们回去 他们以为自己回去 是可以做人上瘾 那样 那样 譬如你的父母是艺员 那样就回到那一行 你会见到眼见 有哪个会成功 有哪几个是会 好像他的父母那样成功 最多都是说 这个就是阿秦什么的儿子 这个就是赞什么的儿子 那样 一两个 如果回到内地发展 或者突然爆红上来 都有的 但是 有几多个 这么成功 做炮灰的 多点事 那他们为什麽会这样做呢 其实主要是看钱方面 即是说 在香港赚钱赚多 或者在加拿大 我觉得赚钱不足 在香港赚多 所以他们回去 就做回 可能就是他父母想要做那一行 这些有前途 这些好玩 在大学毕业 无论李牛津也好 什么劍桥也好 无论你读到多高等院校也好 在英国多久也好 你回去之后 你就会赚到钱多了 即是钱 钱是先走 那赚到钱就好了 那赚不到钱那怎样呢 即是你做了炮灰 即是会怎样呢 你做了炮灰 那你在香港 即是找不到钱 那当然回去自己读书 或者在有国籍的地方 但是你回去之后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身份 很多人拿着一本护照 外国护照 就说自己是那个国家的人 我是加拿大人 我是英国人 但是 在理论上 你只不过是名义上英国人 名义上的加拿大人 只不过你的护照上面 写出来是加拿大籍 我是英国籍 但是你对于英国这个地方 你对英国或者加拿大的文化 甚至乎那个社会 那个社区 这个投入传统有多高呢 你只不过是 指上的一个公民 其实实际上你不是的 那你在香港 譬如那些名声 那些 找了一些知名道 那些子女又有知名道 回到加拿大 很多人去做 很多人去找 为什么 他的华人社区大 是不是 做电台 甚至乎现在很多人做YouTuber 多少人看 中国人多 香港人多 都可以找到食物 自从香港回归了 祖国之后 就成为特区 以前就英语很远向 广东话也很难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当家作主了之后 当然是普通话行先 对不对 还有人口的变化问题 很多那些高层管理 甚至大机构 那些高层管理 那些人 都是由中国大陆那里过来的 他们的母语 当然是普通话 问题是 如果你还抱着以前 那种人的心态 即是九七时候 移民的人的心态 就是 我的子女 将来可以回到香港 找食物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英国 回到香港 找食物 要做得好的话 首先 普通话一定要留你 中文书者要留你 是不是 不只是 说那几个单字 说那几句不严谈的普通话 你就可以找到食物 你应该留你 我跟你说 是找不到食物 香港现在 走回来 就说那一句 我为了我的子女 要移民 去尋求一个救护的地方 接受教育 或者生活的环境 这个藉口 真的很顾面堂和 是吧 说出口很容易 但是做 是不是很困难 不过 如果你是以这个理由 去移民 都要理常不可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可以看到 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 都送子女去外国读书 是不是 人望高处 水望低流 你看看 那位高官 自己主理教育的 他的子女都去了澳洲读书 这是不容置疑的 也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 是否能够坚持地做下去 移民英国 拿一个英国维扎 在英国居住 居留 继而拿了一本英国护照 不同的加拿大 加拿大 你可以偷偷地回去 现在我不知 现在可能不行 但是以前不行 九七这个信心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是偷偷地回到香港 什么知鬼不觉 过几年就拿了一本护照 成为所谓加拿公民 但是这一剂就不行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子女移民的话 其实你是要付出很沉冲的代价 在我这两年观察到 我发觉很多香港人 无论是上了一年纪 或者是比较年轻一点 三十多岁 甚至二十多岁 那些英文程度 可以说 比起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有时候是持有大折的 不知为什么 可能回归了之后 那个叫做 语文那种教育 那个改革的问题 没有口非 因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说好普通话 一定需要 那你英文退步 也是必然的 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就不明白 应该可以参加到这样的 不如这样 学无前后 就达者为先 我知道很多朋友 来到之后 都会很进取的 参加那些英文辅导班 进行英语 或者认识多些 教人论社系 那些本地人 多些沟通 很多人都这么做 但是也都有人抗强地做 人数都不少 你可以看到很多移民群组织 为什么这么多人聚在这里 他就是想找一个 叫做落脚底 就是多自己人 多自己人之后 他就 首先就去到英国 因为人生路不熟 这个东西 经常都说 中国人 人生路不熟 当然要 找些乡理 乡亲 投靠一下 就稳固了 如果你是现在这么方便 在那些群组里 已经可以找到乡理 的话 很多人就争相这样做 不少朋友跟我说 暂时的 比如在下落脚底下 就会去其他地方 尽量远离 就是一些舒适圈 去到一些地方居住 尝试 尝尝尝去融入 当地社会 这是非常好的 做法 但是 你能否做到呢 因为 你在这个安全区 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 无论衣食住行也会有人帮助你 用粤语或者普通话也好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认识普通话的朋友 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来 或者是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人说普通话 或者是中国内地 其实英国有很多中国内地的移民 或者是认识普通话 平时的社交活动围绕着这群人 有没有本地人朋友 也有很多人都有 譬如你送孩子去上学或放学 那你会认识家长 那家长就和你爹两句 但是放出学之后 或者是直言放学 或者送了放学之后 那可能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之外 那这群家长或父母 就会回到自己的圈子 在围牢 或者找一个舒适地带他们去生活 如果你长年累月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你真的很难会决心跳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跳出来之后 那你就要重新适应过 你重新适应过 那和你初初到英国的感受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我在想 如果你身为父母 你许下一个诺言 或者许下一个识言 我现在过去 我就以我的子女为先 我是为了她而移民的 我主要是针对这个理由的朋友 其他理由我不知道 譬如你是真心真意为了子女 不是一个藉口 是一个真心真意为了子女移民的话 那你真的要好好就要检讨一下自己 你过来之后 你既然是为你子女 往下生活、生计、教育、生活 你自己是不是要牺牲一下呢? 那牺牲什么呢? 当然是牺牲那些舒服 当然是牺牲那些安全感 你虽然知道 就是说 你来到英国 你的子女要读书 要生活的时候 你仍然是把它放在一个 在外国的华人生活圈 你觉得对你的子女是好还是坏呢? 我本人觉得 如果你不打算 带着你的子女回香港生活的话 即是长久生活 不是回去一两个月那些 那你就在害你的子女了 为什么呢? 我也说过 你不跟加拿大移民潮那时候 1997年那时候 信心问题的移民潮 很多人回到香港都能找到大钱 因为那时候社会环境不同 那时候香港的经济环境也不一样 是吧? 很多人找到钱 甚至有很多人留在香港不走 即是只有一本外国护照 现在也有很多人 但是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导致英国发出一个 Bio Visa 签证 大家心知肚明 是不是? 是不是? 可能你自己也不会回去回流 何况这些子女 是不是? 好了 你把她摆在一个这么舒适的生活圈 或者一个你觉得舒适 可能她不觉得 她觉得只是跟着你 在那个圈子生活 她习惯了之后 那她是不是会对在她自己 现在的环境 出去之后 是不是有点陌生 就是她觉得 好像有些不同 这儿和那儿 这是两种文化 是吧? 是的 你的子女 英文说得很好 是的 你的子女的行为 跟鬼仔一样 但是她的内心深处 那种文化的席根 是不是呢? 其实不是的 我可以告诉你 想当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之后 有些年纪 都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 不如学一下中文 是吧? 中国人不懂中文怎么可以 那样 她曾经是 比她学过中文的 就是写和读 但是她觉得很困难 而且她觉得很辛苦 因为她在英国 也有书读的 她不是没有书读的吗? 她在英国 也都是学不止英文 一个语言 很多时候你的家长都知道 现在可能是另一种议员 德文也可以 西班牙文也可以 是吧? 你无端端加入中文 加重她的负担 加重她的压力 因为她写的字 写不好 你当然会说 用了一种叫做 香港家长式教育 无形中的子女 就会多了一层负担 但是她又不敢说 是吧? 因为大石砸死蟹 是吧? 如果她会增加累積 对她的心理很大影响 之后我们也没有了 因为她发觉 时间问题 又要车她去卡迪 上课 星期日 一来麻烦 二来又要逼她做功课 又要交功课 应该有些活动 刚刚教又远 而且她自己又不太想学 所以她没有学到 她现在女儿 都是懂得写自己的中文名 其他都不懂 就是学到的完全没有了 因为她平时的生活圈子 因为她生活圈子 不是华人圈子 是本地人的圈子 她的朋友 几乎99% 都是local人 不是华人 所以很影响她的社交 明白吗? 所以断了 接着我们就不理了 她自己自由发展 到现在她很好 比她自己想过个生活 这些事情就不用逼 随着她自己去做 无论如何都好 过代理英国一定是很难适应的 初初的时候 尤其是父母拍 你子女还小的时候 她不是很感觉的 其实子女越小越好 在她不知情之下 自然融融融融融入了 日本地社会系统 大人是很难的 不过我总是觉得 你大人不能够为自己一时的方便 为自己生活上一时的快胃 甚至乎一时的快胃 甚至乎一时的快胃 你自己觉得舒服 就是牺牺牲了子女 融入去 英国主流社会的机会 以及流程 甚至乎的速度 如果你两边都要想 最后的结果 我跟你说 一定是两头都不到我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迪士尼的 所谓的《泰山》 《泰山》 《泰山》 《泰山》的故事就是说 好像是两个传道人 不知什么的 探染家之类的 两夫妻 不知是去森林 不知非洲 还是热带森林 去传道 死了 死了 就留下一个孩子 你知他在深山里 没有人知道他死了 有个孩子 那个孩子 就被一只猩猩 撿了他 撿了他 撿了他在群族 然后 每个人都看一看 跟他们差不多面子 只不过 五一毛 就当他自己子女 去养育 到最后 就养育了他 你知道 那个《泰山》 就是那个《泰山》 在一个叫做《星星族》里面长大 他的行为文化 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模样 无论吃的 住的 当然跟星星一样 他就觉得自己是星星 我开心 而星星 对这位 所谓的 执回来的 寻育 为什么越长越不像养 但是 因为他在他们的群族 生活 所以就接受了他 到最后 这位泰山 还成为 森林之王 成为领导人 这个故事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 无论你是什么样子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无论是什么品种 只要你去到 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什么是占多数的 你只要随着 多数的人 去走 去走你的路 到最后 你被人接受了的时候 你一处擒天 一飞冲天 你看看英国 现在的首相 是印度人 是 英国是有人歧视 只不过歧视是一些劣质的行为 劣质的人种 但是他有没有歧视 你看看谁做首相 你会知道 一个印度人 一个印度人 也可以做英国的首相 而英国的首相 也是活生生的 是演绎了森林之王 泰山的一个角色 所以 任何东西都是 只要你坚持 你肯努力 不要动 失败就放弃 放弃了 就说别人歧视你 放弃了又说别人 不看起你 是吧 往往就是将 失败 就归咎在别人的身上 这种人 这类人 永远 永远都不会成功 永远 永远 永远都是失败者 所以我奉劝 一些带了年幼子女 过来英国移民的朋友 父母 请你们记住 如果你们没有打算回香港 长住 没有打算回流的话 麻烦你们 好好地想想 你究竟是 需要 牺牲自己 去成全你的子女的前途 还是牺牲你子女 而去成全你 现在可以享受一种 长久 在舒适圈里面 生活的一种模式 请大家 有能力的话 好尽快 脱离这个舒适圈 尽快走入英国的社区 走去英国的社会 尽量尽量融入别人的环境里面 总有一天 你都可以像泰山那样 总有一天 你都可以像现在英国的首相那样 飞煌腾达 成为森林之王 记住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最好 可能的 按下小钟 谢谢